乾隆之母遗养天年青世宗雍正皇后纽护路氏 纽护路氏,父亲临住是四平典一官 纽护路氏出生于公元1692年 13岁时入映枕贝勒府,浩格格 公元1711年,他生下雍正的第五个儿子红利 但因李妃所生第二次早当,所以红利排行为第四 称皇四子 后来红利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红利自幼聪颖过人,深得祖父康熙帝和父亲的喜爱 他的生母也因此备受恩宠 雍正即位后,纽护路氏被封为西妃,又敬为西贵妃 红利立四以后,又得母以子贵 雍正临终留下一命,封为皇后 高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居于慈宁宫 乾隆帝非常孝敬自己的生母 作为一代风流皇帝 乾隆一生中经常寻游各地 他出巡时常常奉太后以行 他曾随乾隆第三次南巡 三次东巡,三次到五台山 每次出巡,必兴师动众 修桥铺路,修起行宫 所到之处,地方官民列对贵妇营后 毫不气派 每日太后生辰万首之日 乾隆都轻率王公大臣奉伤称庆 特别是乾隆十六年太后六十大兽 以及此后的七陵八十大兽 庆典一次比一次隆重 在他回宫所经的十几里路上 张灯结彩,几时不搭一个戏台 南枪北调,明陵避急,轮番演出 以彩卷做高山 西伯做海湖,一个寿陶竟有几间屋子那么大 乾隆帝知道母亲喜欢江南风光 还特地在万寿寺旁 仿造了吉里路长的苏州街 凤银母亲穿行于旗间 每次寿典所尽寿礼 更是不计其数 先进皇上亲至的诗文 书画 再进如意 佛像 官服 簪式 金玉 西相 玛瑙 水晶 玻璃沙郎仪顶 瓷器 启秀,书画,毕博,花果等 各种外国珍品也无所不全 太后为天下母四十余年 乾隆帝以天下养之 实质国家全胜 纽护鹿市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公元1777年正月 纽护鹿市死去 享年八十六岁 葬于泰陵东北 称泰东陵 后尚嗜好为孝圣献皇后